響應植樹活動 21號在森林公園舉辦全民植樹 由縣長黃建廷與領館處長張鐵柱 帶頭騎著鐵馬 領著民眾浩浩蕩蕩穿過林蔭大道 來到活水湖 準備種下104年開春的第一棵樹 縣長種下的這一棵樹為小燕南陽松 以台東的地理環境能接受較強的光照 很適合台東的氣候生長 好 好 種樹是台東很重要的工作 雖然我們的綠覆蓋率已經到94% 也是全國最高 不過台東必須要持續凸顯我們 整個綠美化的這樣的一個優勢 當天領館處總計準備了1000個植樹區 由縣內高職國中小師生們協力 為台東的清新環境植樹 合作無間 一行人回到植樹節活動會場 當天植樹音樂會正式開始 在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不只是大家一起來種樹 做這麼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也可以在這裡欣賞到最棒的表演 尤其是處長告訴我 今年都是由我們在地的團隊來表演 那麼我相信這個節目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們辦的這個植樹節的大型活動 剛才在現場植樹的時候真的是熱鬧非凡啊 我想種樹是一種激功德的這個活動 我們林務局在3月份是把它定為植樹月 那麼大家都知道植樹節是在3月12號 是紀念我們國務司宿紀念日 那麼今年剛好國務司宿90年 那在今天這個日子呢 又是國劇的森林日 所以我們選上今天來辦這個活動 我想是多具意義 那 會中頒發植樹有工人員 表揚他們為了擴展綠化 長年努力的辛勞 謝謝再一次的恭喜獲獎表揚的幾位朋友 謝謝莊處長也跟我們獲獎社區朋友 一起合影留面 謝謝 再一次恭喜獲獎表揚的模範社區 以周杰倫的著名歌曲《簡單愛》 結合各族群聯合大會舞 加上直笛、陶笛伴奏、國小失聲的大合唱 在陽光與綠綠的映襯之下 營造充滿自然和諧的動人畫面 東彈新聞張家維 台中市報導